9月11日正在上海举行的第八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 记者采访了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和学家世周仁 他在谈起中国文化时表示 中国文化的传播是一种全球趋势 世周仁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做了诸多贡献 他出版了多部汉学书籍并主持翻译了五经 他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却很少翻译成外语传向世界 如中国的五经除了百余年前 以为外国传教士部分翻译过外 并没有被正式翻译 这直接影响了西方对于中国古代经典思想的了解 中国五经没有说到 没有真正的被翻译过 这是不对 我有一些保不平 这是不对 中文流利爱打太极拳 随口便可迎送孟子等中华典籍 身在瑞典长在荷兰的石州人 是一位地道的中国通 他通晓八种语言 汉语造诣尤其高深 被誉为欧洲三大汉学家之一 他表示欧洲人以前会觉得汉学是绅士俱乐部 少数人的娱乐 而如今中国文化正在走向世界 在谈到青少年教育问题时 希望中国能够保持地方化的传承 这是一种文化传统非常重要 我希望中国会保持他的抵方语 因为老人 祝福祝母 他们都会说好语 那小朋友就听不懂 这是不对的 世众人坦言 中国国学很难 希望能有更多年轻人研究汉学 也希望以后的中国故事 能由更多中国人来讲述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